在一次我們討論Stormshadow的打擊中 似乎吃得很硬的是有俄羅斯的將軍 似乎俄羅斯的將軍這次都吃得很硬 俄羅斯的將軍很有機會死亡 這次是來自一個宗將的級別 這位宗將軍都很嚴重了 這位宗將軍是索洛德休克的陣亡 以往他都是戰區副司令 所以從官來說都做得很大 這次我們說在一個療養院裏面 其實都是部隊的指揮 我們之前亦有報導過 就是來自金正恩那邊亦有將軍受傷 我們都說過 不知道將軍是否他們最高的上將 金榮福上將 但是我們暫時未有消息出來了 不過這次的打擊除了打擊這兩位將軍之外 似乎北韓的損失很大 因為這次的打擊 跌落了 他們以往是一個沙皇的莊園 在一個地下設施被打擊之後 我們說這些鑽地彈 足足打了500個北韓的軍人死亡 這件事當然是很大件事 亦有很多情況發現了 它本身 這叫碎片 就真的很有可能是來自暴風影等等的情況 Anyway 我們就說這次的打擊 打擊了500個烏克蘭人 雖然相對的數字比較大 但是一點都不出奇 我們說到在富爾斯克州 現在是說有一萬一千個 北韓的士兵 已經進入了富爾斯克的地方 所以一個訓練設施 裏面有大概500人 是一點都不稀奇的 不過稀奇的地方 就在於 他們結集了這個數量的北韓人 究竟在做什麼戰前訓練呢 以及因為整件事 他們是放在地埔內工作的 地埔內究竟是如何確保到 在時時時刻的時候 就會有大批的北韓軍人聚集呢 這份情報 究竟是需要用什麼的途徑 能夠徵收到這個數據呢 然後就可以透過這個情報 集中將這裏500人的北韓人 一次過除去 另外為什麼會有500個北韓人聚集呢 會不會因為這個屬於地下設施 所以他們就調以輕心 還是這500人的召集呢 可能是為了剛才說的受傷的那位將軍 作出一些啟示 例如可能是 當時的這位將軍 突然間就有風格想去做一個閱兵 就派500人在這裏做了一個閱兵行動 簡單的閱兵 又或許領導就想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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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停 在�衞官兵面前 當然這件事,有機會歸功在情報方面 而情報方面,有沒有機會來自北約 一些間諜機,在偵察一些 無線電訊路時折取 這是有機會,不過可能性又不算很高 所以很有機會來自烏克蘭自己的間諜情報網 他們收到這個消息,正確打擊到 即是現在的朝鮮軍人的情況 這個Stormshadow 我們都看到,打法上來說是非常靈活的 而且我們也會跟大家說,法國 最近已經容許花蘭使用這支飛彈 如果我們說到頭皮飛彈 頭皮飛彈本身 當然是相當好用的飛彈 來自法國的設計 它本身跟很多彈道導彈不同 它本身飛行的路徑 相對可以飛得比較低 可以在不同的設計 不同的地貌 當中做一個低空的飛行 仍然可以是一個很合適的例子 去攻擊很多不同的重要設施 所以相信這個攻擊和打擊 對俄羅斯的威力很大 以及法國的准許 其實對花蘭來說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訊號 如何可以盡快 創造更多的俄羅斯資產 我們另外再講一些其他消息 包括最近花蘭的土地 都慢慢 尤其是在庫爾斯亞地區 叫做慢慢失去一部分 失去一部分 現在你計算 究竟佔的數量是多少呢 似乎佔的數量是接近40% 40%的情況是否厲害呢 其實都相當之厲害 而你說這個消息是否厲害 這個消息得到了路透社的分析 所以以一個資料來說 其實就比較可及 如果我們計算 由今年的8月6日 烏克蘭開始攻擊 庫爾斯亞的情況 當時最頂盛的時候 佔領的土地 是接近1300平方公里 似乎 去到今時今日 如果你說它 接近沒有40%左右的土地 相信 就沒有剛才我們說到佔領那麼多 剩下大概六成 你看到的顏色都不同了 那個防守的地區 其實最主要 就是來自俄羅斯 在庫爾斯亞 部署了接近6萬人的士兵 去打擊烏克蘭 所以在各地 他們的人數 都最少是5比1 至6比1 這個元素的比例 還有附近的火炮 裝備的彈藥 所以這裏的防禦人員 其實相對是很難處理 亦是有個快刀斬亂麻的狀況 所以相對是比較措手不及的 對烏克蘭的官兵來說 現在看富爾斯亞克州 當然基庫本身仍然想保持富爾斯亞克州 去牽制著俄羅斯的部隊 甚至乎在未來的和談裡 作為籌碼 去換取一些蛙蘭感興趣的地方 當然我們仍然會再觀察 俄羅斯 他們會在其他地方 進軍、行軍的情況 現在其中一個相對不太好 就是查詩亞 查詩亞 例如他們的南部 東南部 咳咳咳 咳咳 這地方似乎不太順利 波克羅夫斯克等地區 仍然受到壓制 尤其是在富拉霍夫 以南的情況 近日相對比較嚴重 推進也做得比較快 亦嘗試在頓列茨克的最南端 一直向上移動 現在烏克蘭 基本上這裡 都毫無優勢可言 那些情況 相信 40%的土地 接下來有機會會更多 以及特朗普當選之前 即我們說的60天 應該會是俄羅斯 他們的部隊最猛烈的攻勢出現 所以這期 烏克蘭的軍人 無論 兵力的數量是1比6 炮彈 甚至乎 比例會抹得更闊 好一點 有更多無人機 陪伴他們 否則 烏克蘭 他們的軍人數量急劇下降 又很難在招兵上做到功夫 幾乎想打的王牌和實力 不像現在的一刻 這麼強大 今天 因為大家聽到我聲音 真的一般 所以 不可能做得那麼長 以及做得那麼好 聲音差一點 好 大家好 梅塞 湖塞兵 梅塞兵 失敗了台戲 不要緊 之後再看 看看 先看 熬到針針上台 仙久布 你好 Raymax 英美時炸回湖塞武裝 其實都需要 好 好 好 大家好 DIY 你也有卡尔 你也有Branded 好 大家好 想起Robot Court 裡面的CIO OCP 專門罪犯 填素版警察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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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草森林寶寶 你好 今天都出片 很有熱誠 不要客氣 多謝你 先 加橫 核武被烏克拉 這個 我們之後也有可能會說 也有機會再說一次 我們再看 再觀察 北韓士兵的金鐘罩 我想都難 現代炮彈金鐘罩 搞不定 高薪厚職 不過要吃炮彈 唉 真是 汗信點兵 多多亦善 犧牲了又可以當失蹤 那也是 那些國民來的 胡塞比天朝更猛 哈哈 他敢先射導彈 好 看看 林肯號 沒有被胡塞武裝組織 打到反港為首 有這樣的事嗎 哈哈 不覺得 林肯號不像 會不會美軍打爆飛彈 所以不用死 壞片應該實在 不排除 70萬高不高 我當然高不過 70萬高不過 但當然他的意思是 計算傷亡率 不是絕對的數字 絕對的數字 絕對的數字就不可能超越了 但傷亡率就很誇張 蘇華戰爭 能夠迫使蘇聯投降 走人 但烏克蘭就不 因為普京吸收的教訓 在蘇華戰爭裏面 即阿富汗戰爭吸收的教訓 就不要做這麼多動員 不要驚動到國家的子民 就沒事了 俄羅斯有這個造反的傳統 深夜做直播 因為做不及 公主仍然要看著他 要保證他 溫好輸 然後吃藥 所有東西 這樣才行 逼退行沒有編對 算什麼 我想來到這裡 因為今天的聲音不太好 所以基本上都很難做 聲音已經很緊 好,我們今晚來到這裡 明天再跟大家 繼續做這個戰報 以及其他消息給大家 好,大家記得幫助按LIKE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可以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透過Payme 或轉數快支持我們 如果海外的網友 不太容易做到剛才的事 亦可以透過Patreon等等 去支援我們 亦可以 我們的網址在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www.patreon.com slash tigernhk 好了,我們今晚就來到這裡 大家明天 都要早點起床追上班 好,我們明天再和大家再見 各位晚安,拜拜 Alors讓我嗎 σας來ゆcar 更多留言 我先送給大家 好警告